很开心和大家一起 多谢天父 我们可以来到主面前主的恩典 我今天主题是讲到主所喜悦的婚姻和恋爱 我们当中有些人是结婚的 有些是未曾结婚的 甚至有些是以前结婚 但是可能或者配偶现在不在 不同原因 但是这个主题都会帮助我们跟配偶的关系 或者将来的婚姻 或者就是跟异性的关系 因为会帮我们认识异性的 这个也是取自这本书《轻松得性》 这本书都有很多人看了之后 觉得灵命和生命是很大的改变 感谢主耶稣 多谢天父给我们这个机会 我们首先看到婚姻很多时候很困难 如果婚姻困难的时候可以很痛苦 我曾经看过电视的片段 那个片段说什么呢? 有一个男人跟另一个男人聊天 那个男人说 哎呀 我太太不知道走到哪里 我好心急啊 另外那个男人就跟他说 他说如果我太太不知道去哪里 我就开心了 我宁愿我失去了所有 她失踪了我更开心 那这两个对话呢 我现在很明显看到两个人对于婚姻的看法 一个很开心 就是很紧张她太太 另一个呢 她不见了我更开心 就是说原来婚姻不开心的时候 都挺痛苦的 我不知道大家 你想回你的婚姻 你想到是开心啊 还是觉得忍受啊 有些更严重是觉得痛苦的 好了 而婚姻好呢 就更加能够享受生命和发挥生命 那这个其实是很简单的原理 那我为什么会珍惜我和太太的关系呢 因为呢 我们可以同心侍奉 我们可以互相支持 互相鼓励 有开心啊 我们做什么都开心的 我们一起洗碗啊 拆牙啊 我们都特意 很多时候尽量编排在一起的 我们就算做家务啊 或者出外啊 我们都是享受 等车我们都觉得是享受的 那这个呢 这样的时候又享受生命 同时也都发挥生命 这个很紧要就是说 如果婚姻不好的时候 自然的婚姻的事奉都不会发挥 生命都是不发挥的 好了 首先圣经教导要珍惜婚姻 这是圣经的教导来的 《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 你们作丈夫的要爱 你们的妻子等一等 等我把这个移走先了 要爱你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写记 然后二十八节说 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的身子 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 从来没有人恨慕自己的身子 总是保养顾色 正像基督代教会一样 这里有个图 左下角 这个人找个拳头打自己 有没有人自己 有空就打自己了 没有的 这个经文说什么呢 他说你恨慕妻子 这样的时候 你就好像恨慕自己的身体了 从来没有人恨慕自己的身体 爱妻子就是爱自己 其实丈夫妻子是我们最重要的人物 但是很多时候最容易吵架的是她 最容易得她顶撞她 最容易是她 为什么呢 因为相处得多 而且觉得不要紧要 今天吵了明天就算了 就是觉得没什么所谓 但是其实每一次吵 是不是会令她好一点 有很多人的观念 就是以为我吵她 她就会好一点了 这个观念其实是不好的 我想问大家 你会改变 是不是因为有人骂你多 所以你会改变呢 因为是因为有人对你好 所以你会改变呢 我们改变是不是因为耶稣骂你 因为耶稣爱你呢 其实爱才能够改变人的 所以当我们的观念 我想丈夫太太更加好的时候 不是去骂她 不是伤害她 你说有很多问题 人人都有的 有的时候我怎样引导她 才是这个重点 然后也说妻子信服丈夫 不过呢 有些人就说 只是妻子信服丈夫 不过圣经有说 彼此信服的 《以复所思》五章21节 就在那节之前 由当全敬畏基督的心彼此信服 你们作妻子力当信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信服主 这个经文讲一方面 就是妻子应当信服丈夫 在普通的情况之下 在一家之主应该是丈夫的 不过不是代表丈夫就好像霸王 什么都不听过太太 什么都说你听完我说 这样的时候婚姻一定是不行的 因为我认识有些人是这样的观念 他说妻子是绝对不能够 任何反抗丈夫的地方 丈夫说什么他一定要照做 这样的时候始终的关系一定有问题 始终彼此信服 甚至教会都是一样的 圣经讲到教友应该信服领袖 带领你的 但是圣经也说你不要核制群羊 你是作群羊的榜羊 不是去控制他 而是作他的榜羊去引导他们 这幅图就是中国人结婚 很多时候又会丈夫两个曲弓 其实都有个意思 大家我都尊重对方 顺服对方 接着也都讲到敬重了 敬重 尊重 以法所书卫章33节 然而你们各人都当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一样 妻子也当敬重他的丈夫 他特意用一个 肯定用一个 SALUT SALUM 广东话英文是SALUT 向他SALUT 敬重他 看重他 但事实上有很多人就会这样的 会租责丈夫的 说他没用的 什么都不行的 你不要找他 他很笨的 他会对太太很厌烦 所以说大家尊重是大家更加好的 尊重的观念是什么 你是尊贵 我珍惜你 我不轻看你 我也不会伤害你 首先认识婚姻 也认识男女的分别 原来男女是大不同 男性的观点 男性观点是 看重自己的地位 看重被尊重 不喜欢受命令 喜欢谈论 谁能够好 谁能够好 大家看到右上角有个卡通 有两个将军 站在那里斗过 大家都满了这些徽章 然后另一个 一打开那个 那个徽章 那件衣服的里面都满了 他说我比你更好 大家有没有留意呢 有些男人聊天 就会这样的 一个说这个叻一点 第二个就说这个叻一点 这个车好 第二个说那个车更好的 他总是要证明 他比对方叻一点的 这个就是男性有一个倾向 而女性的观点是什么 看重人际关系 看重被关爱 和看重分享内心的感受 这个是男女很不同 就是男性就很着重那个身份 这样的时候太太就学习去尊重他 就不是去踩低他 就是你想去改变对方的时候 想祝福对方 最好是尊重对方 令对方觉得被看重 好了 男性处理情绪和女性处理情绪是完全不同的 男性如果有什么不开心 是喜欢躲在山洞这个比喻 他躲在异角 他自己走下 他自己睡觉 他需要空间去处理 不喜欢太早向人倾诉 当问题解决 他就不用说了 不用理会 就是会少处理他的情绪 但女性就不同了 女性闹情侣好像压力煲 不讲出来就不开心 一直滚滚到爆 然后他向人倾诉 就等于有人分担 就是说出来就已经是分担 男人来说 说了什么用也都没有解决 男女的分别很不同 因为女性看了关系 她看了关系的时候 她就觉得 有人跟我说 她听我是很重要的 女性是需要透过 倾诉来输解她的情绪 男性呢 就是走去打球 睡觉看一场戏 他喜欢点是会这样的 不是说每个男性都不讲 不过是倾向会是这样的 我以前的教会 很多时候我们会出来 我们站在门口招呼每一个教友出门口 我发觉有些父母带着小孩子小女儿 那些小孩子父母抱着她走过 她做什么呢 她玩着她的手 她的那些车仔 玩具仔 她不太理人的 但那些女孩子小时候都好 一来到和牧师之夫很开心 那反应是很不同的 因为女孩子小时候已经喜欢 有朋友的 和朋友交往的 但是男性小时候 她就喜欢做她自己有兴趣的东西 就是她喜欢事情 这个也是重要的 因为男性小时候喜欢事情 所以世界上大部分的建设 是男性做的 女性着重关系 所以保持关系非常重要 是很有智慧 她将男性和女性的特色是不同 但因为人类犯罪之后 没有了爱心 所以变成有问题 但是在起初是最好的配搭 而我们在耶稣里面 也可以是成为最好的配搭 所以我们现在明白为什么有不同 好了 男性处理配偶的情绪 或者人类的情绪是怎么样 她是救火源 这个图 救火源 太太很需要你 很惨 整个抱起她 搞定那些事情 她最开心的 就是你听我说 不要那么多声气 她就不喜欢太太演哟 你说这么多做什么 总之我帮你解决 你不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这个是男性的倾向 这些我们自己知道 我们就留意一下自己是这样 我们就需要调教 她喜欢为人解决问题 认为分担情绪没什么用 女性呢 丈夫有情绪的时候 就喜欢沉根问底 你今天为什么不开心 你好像有些呆滞 你有什么事发生 但是男性喜欢有空间 她不喜欢你问那么多 她就喜欢问 那女性就希望分享对方的困优 她有什么事呢 她就会当她自己的事一样的 你做了什么 那大家看这个图 那女性就问你 你做了什么 什么事发生 那男性就没有兴趣回答她 不想回答 我想有些空间 那这个就是男女 对于处理对方的情绪 所以我们大家知道的时候 男性就不要只是救火 去听她说 不要觉得听她说没用 在女性来说 听她说是很重要 因为就是有人关心 而女性呢 你就不要那么多追问 你问她 她说就说 她不说呢 你就说我关心你 我为你祈祷 我知道你有些不开心 有什么地方我帮到你 我会乐意帮你的 我有什么地方对你扶持 我乐意扶持的 这样的时候已经足够了 就看看她怎么样 不用不断的追问 好了 而丈夫和太太 对于配偶的期望是什么呢 男性最喜欢的就是女方 温柔 就是很有趣的 拍摊时很温柔的 就是叫她 喜欢见到她 跟她聊天 哎呦 那个男性就觉得很舒服 那么很多人就形容了 结婚之后呢 就有一个很可爱 温柔的女仔呢 就变成一个很长气 哔哩巴拉的女人 为什么会改变那么大呢 原因因为很多女性呢 有一样特色就是责任感很强 这个是真的 这个是很好的 因为家庭里面呢 没有东西吃呢 是太太知道先的 子女有病 是太太知道先的 那她就很有负责任了 那丈夫呢就很多时候脱漏了 忘记了什么事发生 不知道的 昨天的儿子病 今天忘记了 那太太就会挂着的 所以她就会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那女性知道的时候 她就会一直很关心 而丈夫好像对很多事不紧张的时候 她就会重复讲了 一次不听就讲两次 两次不听就讲到三四次五次 就是让丈夫觉得 为什么太太以前这么温柔 现在变了这么长气呢 还有这么哔哩巴 因为对方不听话 那这个我们知道的时候 原来你越聆听你的太太 和她的沟通 她越是温柔 你越不听她 她就越 即是好爆啊 火爆 她就会爆炸的了 那丈夫希望呢 太太不要啰嗦 不要提过错 不要经常说 我以前也这样做 做来做去都是这样做 而且喜歡他照顧 而且喜歡身體接觸和性的關係 這個是男性體重的 而且信自己的意思 尊重自己 這個是男性希望的 而女性希望是什麼呢 對方給自己專注的時刻 女性來說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你跟我聊聊天 聽聽我說話 放下手機 不要一直聽我說話 一直看電視 不要一直看手機 不要回WhatsApp 聽聽我說話 這個是女性很喜歡大家一起的時間 喜歡吃了飯大家出去逛逛 男性為什麼好逛呢 逛過很多次了 重點不是逛 而是一起陪伴 這個是女性很體重的 而且對方關心和對自己細心 所以女性很喜歡問男性 你記不記得什麼 你記不記得上次什麼事發生 你記不記得我是誰 真的很喜歡做這些事情 為什麼呢 他覺得對方關心他 但是男性就不喜歡猜 猜什麼 快點告訴我什麼 這個呢 因為女性希望對方記得她的事情 來表達關心 女性希望對方聆聽 不要給那麼多意見 就是不用教我 你總之聽我說就可以了 男性講聽說有什麼用呢 還有男性沒有耐性聽的 我覺得很長氣 所以兩個要調教 一方面男性要聽 第二方面女性不要那麼長氣 說一次就好了 說了之後呢 大家配合 我和太太配合怎樣呢 我就告訴你我聽到了 我會留意的 對不起我做錯了 對不起我下次留意 我盡量避免過錯 那時候呢 他又大家協議 那他聽我這樣說 他就停止了 就不說了 這個是最好的協議 好了 女性又希望對方有回應 就是不要聽完沒有反應 就是什麼都不說 還有呢 希望對方會討他歡喜 女性是喜歡男性討他歡喜 男性都喜歡的 不過沒有那麼緊張 男性對於婚姻的五大需要是什麼呢 第一 第一是性滿足 這個亦都提醒就是說 如果人未結婚的時候 拍拖 男性通常最快最希望 有多些親密的接觸 和有性關係 這個是一個事實來的 所以基督徒是要小心 防備 不要讓一很快接觸 就有性關係 這個產生很多問題的 我們稍後會說的 這個男性對於婚姻 最想是這個 有些男人想結婚 都是因為這個原因的 希望有個性伴侶 有個消閒伴侶 就是說大家輕鬆玩啊 開心啊 哈哈哈哈 那他就喜歡的了 女性呢 就想有一個 真的會關心他 輔助他 陪伴他 和他一起的人 男性還要嘻哈哈 這樣就可以了 那麼 男性也都很體重配偶的吸引力 不要這麼快變成一個婆子 這樣 那樣子為什麼這樣 穿衣服這樣 這樣 那麼也都希望對方 分擔家務 這方面 男性都學習 一起去做家務 做家務 都可以一個培養感情的時候 還有希望對方 欣賞尊重 男性很體重他的身份 所以被尊重 好了 妻子婚姻的五大需求 第一就是溫情 對方有一個 溫馨的感情 會和他傾談 會誠實開放 開放他的內心 講他的內心 有很多太太 就投訴 她說我丈夫呢 問他東西呢 都不回答的 都不知道他做什麼 他不開心又不講 開心又不講 都不知道他內心又怎樣的 那女性很希望丈夫 能夠把她內心說出來 但是男性覺得 又沒有什麼好說 還有覺得很多醜事 不想說 那這個也是女性需要學習 聽到她的醜事 不要彈她 而是說 我知道你 有件事發生 你都不開心 這件事失敗 你都不開心 那她又覺得被支持 就是她覺得可以和太太傾訴 很多時候拍拖的時候 男女 男女喜歡傾訴 都會說她的事 但是結婚之後 開始太太好管她 她就不喜歡說了 所以我們要留意 想丈夫多說一些 不要那麼多批判 去支持她 那你又支持 她又不聽話 她做了一些不好的事 其實支持 令到她覺得被看重 她就會更加和你溝通 大家去商量 去溝通怎樣找個方法去處理 妻子也希望丈夫是有經濟的支持 和委身於這個家庭 大家如果對這些有興趣 其實你告訴我 我可以把這些PowerPoint傳給你 就是在我們有一個我們教導的群組 你加入這個群組 我就把一些資料傳給你 那你可以 因為可能你這次間 你不記得那麼多東西 好了 而丈夫因為什麼不開心 剛剛有個圖 有個圖很有趣 是雀鳥按著那個雀鳥的口 你太囉嗦了 這個就是 丈夫因為這件事不開心 就是女人太囉嗦 女人沒有給她空間 女人要證明她錯 女人就是 那要學什麼 女人最好就要學 要聽 不是 這個是 女人要她聽話 就是要男性聽話 好了 妻子因為這些事不開心 就是丈夫沒有留意她 或者沒有回應她的感受和需要 和丈夫不關心她 大家看到其實基本上 就是男性喜歡事情 和被尊重 喜歡是開心玩 不要那麼多重擔 而女性體重就是被關心 被體重 聆聽 有好的關係 好了 那丈夫太太的需要是什麼呢 需要知 男性需要學習的就是 給太太足夠的時間 有些人說 我已經有很多事情做了 太太每天都有的 那需要給她時間嗎 太太就覺得 婚姻就是戀愛的開始 就是開始我們在戀愛裡面 男性就覺得婚姻就是戀愛的墳墓 就是 結婚就不用戀愛 總之我們大家一起吃飯 一起 一起做事 就可以了 覺得 一起就已經可以了 但是太太太 太太是很想有 給多些時間 但是男性就說 為什麼 為什麼 你要這麼多時間 這個就是女性的特色 所以 維持家庭關係 如果不是女性 如果只是男性 她的家庭關係 會很疏離 但是因為女性 她會維持家庭的關係 就會 大家的關係 就是維持得更加好的 所以 她有這個特色 她就很想 丈夫給多些時間 維持這個關係 丈夫需要什麼呢 就是看重她和她的關係 分享自己內心的感受 不要重複犯同樣的錯誤 就是譬如說 常常遲到的 我們留意下一次遇多些時間 就不要做大男人 不是我適合了 我厲害了 而女人呢 就在婚姻中衰之了 這裡有一個這樣的 街上的事情發生 街上的事情發生是什麼呢 就是有個女人 就有一條繩子 牽著一個男人在街上 真的這樣走 是一個 其實是一個示範來的 引起一些人去思想的 就是說 其實那個訊息 是不要核製你的丈夫 而妻子在婚姻中 需要知道什麼呢 就是給她多些空間 不要逼她放棄她喜歡的東西 她喜歡打球 你不要逼她停止打球 當然有些不好的東西 我們就需要引導她 譬如她喜歡賭博 喜歡做一些不好的東西 色情的東西 我們需要怎樣引導她 也太太給丈夫更多的滿足 讓她不用去尋求一些色情的途徑 就不要只是想改造她 即是不要結婚 想著就改造她 這個情況是很多時候都會發生的 太太就 總是 未結婚的時候覺得 這個男人都挺好啊 但一結婚開始就說 我要做到她變成我理想的丈夫 但是 人的相處如果只是想改變對方 是很困難 唯有用愛心慢慢引導 才可以改變對方的 而且人的本性總是不同的 總是有不同 你怎樣改極她 她都有她的本質 我們需要接受的 不要將她貶低 不要說你又蠢又懶又沒用 別人的丈夫更好 這句話是最不喜歡聽的 還有不要堅持她的錯 好了 第三部分 怎樣建立婚姻呢 既然看到男女原來的分別這麼大 其實因為很多男女結婚之前 是不知道的分別 總之我二十歲了 我成年了 我有工作了 已經搞定了 就不需要再去 因為又學什麼 其實結婚是真的需要學的 需要怎樣相處 所以教會是需要有婚姻 戀愛的教導的課程和輔導的 第一我們改變婚姻是什麼 願意重新堅定婚約 這一張文章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跟你的丈夫太太在一起 我希望你能夠跟我一起去宣告 宣告什麼呢 如果現在不能夠做 你回家可以做 就是大家都願意怎樣大家去建立這個婚姻 第一是什麼呢 就是建立相愛屬主的關係 就是我願意毀身 去建立這個和主相愛的關係 我們幾次相愛的關係 讓耶穌做我們家之主 一起去宣告 我珍惜你 和你所做的一切 我欣賞和建立你 我欣賞你 就是向對方說 我聆聽和回應你 這個其實就是婚姻的誓詞 婚姻的誓詞裡面 都有講到愛護 珍惜幫助這些 但這裡將它拆開 拆開就是我願意在婚姻裡面怎樣相愛 耶穌做一家之主 我珍惜你和你所做的一切 很多時候太太做很多家務 丈夫應該說 我很多謝你 我很珍惜你做的 而太太也對丈夫說 我很珍惜你為了這個家所付出的一切 而且我很欣賞我願意建立你 我願意聆聽和回應你 然後下面呢 我願意說柔和造就你的說話 我不說傷害你的說話 這句非常重要 有很多人結了婚 說傷害的說話是家常便飯 他這麼蠢這麼沒用 總是說他不行 這些說話只是令婚姻更加差的 還有呢 為我做錯的地方來道歉和改過 我願意道歉請你原諒我 我願意改過 還有要書和不計較對方的過錯 最後一件很重要 就是我願意正面處理問題 如果大家溝通不通 我怎樣改善 就不要一下子 你以後聽我這樣坐 還是聽我說話 這個不下通的 我們怎樣可以更好的溝通呢 我怎樣可以將我心聲說給你聽呢 你怎樣可以明白我的內心呢 我們怎樣可以有更好的關係呢 我們怎樣照顧子女呢 我們在經濟上怎樣處理呢 這些都是需要大家談 而不是一種壓迫性的方法的 好了 而在婚姻裏面很重要就是 跟神有親密關係 因為神才能夠醫治的 跟神有個好的關係 然後呢 就處理生命中所有垃圾 很多婚姻問題是因為本人有很多傷害 很多憤怒 不搖說 憎恨人 埋怨 負面 那你在婚姻裏面呢 整天都是埋怨負面 那自然呢 那婚姻是很難好的 所以有 就是有這樣的看法 兩個負面的人一起結婚 是很難的 是很難婚姻會好 因為兩個都負面 兩個都是 什麼都看到不好 兩個都批評 的時候 婚姻是很難 所以未結婚之前 是應該有心靈醫治的 輔導 幫助個內心 清理垃圾 那也都在戀愛的時期 是大家認識對方 發覺對方有些問題的時候 去學習怎樣互相處理 互相幫助 或者尋求幫助 尋求怎樣 用耶穌的方法 有耶穌的同在 帶來內心的醫治 以至那個人 不用經常發脾氣 不用經常罵人負面 經常自卑 自卑的人 有些人以為 他很自卑 我去可憐他 愛他 讓我婚姻好 其實不行的 自卑的人 他一定要治好自卑 如果他自卑而結婚 他總是覺得 對方不是真的愛我的 你是施捨的 在裡面 就會有很多的問題發生的 所以呢 婚姻好 一定要處理生命 還有學習去愛對方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我們發覺 我們裡面 有很多罪 負面思想 發惡夢 潛意識 不健康 之前我都講過這些信息 這些是需要醫治的 那你就死了 我不懂醫治 那我都是 來到這裡 我都是想教導這件事的 一步步幫助人怎樣處理 而輕鬆得性這本書 裡面有講到怎樣 醫治我們的性情 我們的內心 負面思想 負面情緒 就是婚姻關係 以至我們能夠 生命可以被 醫治 被建立 讓我們的整個生命 回復回 榮耀神的狀態 這就是我們的目的了 好了 我們家庭需要 家庭祭壇 向神獻賞 唱詩敬拜 一起讀經討告 以及討論聖經 以及應用聖經 有些人 靈修完 一會兒又吵架 那就沒有應用聖經 我們怎樣應用聖經 在我們生活上 亦都平日會討論一些聖經的話題 聖經裡面看到一些要點 一些真理 我們有沒有走出來 我們怎樣可以走出來 大家討論的時候 以及我們怎樣發揮生命 在這個困難的時候 我們怎樣榮耀神 怎樣幫助周圍軟弱的弟兄姊妹 這些都是我們需要學習 大家討論的 我們需要學習愛和滿足對方 針言五章十八節 很漂亮的這個金句 要使你的全員蒙福 要喜悅你幼年所娶的妻 這個全員是講到你的太太的 他說你要令到你的太太蒙福 和喜悅你幼年所娶的妻 很多人就想到 結婚我要喜悅他嗎 我要令他蒙福 我要令他開心嗎 很多人沒有這種觀念 只是說我們一起結婚生子 賺錢 洗碗做家務就可以了 其實我們是想令到對方蒙福開心 表達對他的喜悅 讓他知道他是避愛的 這件事是非常之重要的 大家看到這個圖 針言五章十八節 要喜悅妻子使他蒙福 有些人的婚禮是怎樣呢 兩夫婦輪流為對方洗腳 這個代表就是我願意服侍你 我願意在很卑微的事上服侍你 還有這個右邊的圖 跟他做按摩是令他舒服開心 是滿足他 即是時時都做一些事滿足他 是最好一天做多次 我自己呢 我跟我太太兩 即是我的桌子是連在一起的 他一邊做他學校的事 我一邊做我所有侍奉的事 我起身走過 我通常都會拍一下他 親一下他 抱一下他 說一些說話令他開心 為什麼我會這樣做呢 我想他經常都知道我在愛他 我關心他 令他開心 他開心 我們大家都開心 神又喜悅 這個就是一個婚姻觀 其實配偶是我們一生中最重要的人 為什麼我們不是令他開心呢 而是他只要糟蹋他 我越令他開心 他越是改變的 越是更加好的 有本書 講到五個愛的語言是非常好的 這個五個愛的語言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通常人表達愛是這五樣東西 我們就要了解對方最喜歡什麼 我們就那樣東西滿足他 專注時刻 就是專注的陪伴 不要看手機 不要看電視 就是大家關心對方 聆聽對方 這個對女性來說通常是第一的 這個是最體重的 愛的語言 就是講一些欣賞 關心他 愛他 鼓勵他的說話 鼓勵呢 有很多人以為 鼓勵就是說 你做好一點 你勤力一點 就叫鼓勵 這個不是鼓勵來的 這個是提醒 我想大家記住 提醒是 你做什麼 你做什麼 你要做什麼 這個就是提醒 很多人就以為提醒就是鼓勵 提醒不是鼓勵的 譬如你想像一下 你假設我用個例子 你跟你的牧師說 你看多些聖經 騎多些討 講得好些 幫我們多些 這個是否鼓勵呢 不是的 他覺得你是否說我做得不好 就是會傳遞這個信息的 你跟丈夫太太一樣的 你經常都說 喂 你收拾東西 你洗碗 這個不是鼓勵 這個是提醒 那鼓勵是什麼呢 我欣賞你 我喜歡你所做的 我覺得你做得很好 你在進步著 我們一起真是好 這些是鼓勵的說話 令他覺得舒服的 就是聽完 人覺得舒服 覺得被欣賞的 被建立 這個就是愛的語言 是鼓勵的說話 有愛的禮物 試過有丈夫 送了一套運動機器給他太太 他就很想他太太運動 但是那個太太收你的禮物 你以為他喜歡不喜歡呢 他不喜歡 因為你想我減肥 你想我運動而已 你是想你想的東西 你不是想我想的東西 丈夫就覺得 我送運動機器給你 是愛你 但是那個太太不覺得是愛 所以愛的禮物 是那個人喜歡的禮物 不是一定要有很多錢的 有時候一些小禮物 我太太曾經試過 弄很多個心 寫很多字在那裡 貼在鏡子那裡 我覺得是一個很特別的禮物 這些就是不用很多錢的 我們都可以用不同的方法 對方喜歡的東西 我們買給他 他喜歡吃的東西買給他 這些已經是一個很好的禮物 服務性的行動 就是做一些幫助他的地方 有些太太就覺得 我收拾好東西 就是對我丈夫她覺得最被愛 這個可能是 有些丈夫會是 有些丈夫不知道 她都不知道是你收拾了東西的 她覺得是應該 所以她不會覺得這麼開心的 但是你做了你可以讓她知道 我為了你開心 我將你的東西整好 收拾好 有些丈夫未必喜歡的 你和我弄亂這些東西 我不知道在哪裡 現在 所以我們都要大家溝通 我們都要了解哪些東西是她最歡喜的 其實夫妻一定有服務性行動 譬如我和我太太回家 我盡量 我們大家都一樣 爭取第一個就是拿拖鞋給對方 就是說做一些服務的東西 幫助對方 有些小的動作 還有身體接觸 拍一下他 抱一下他 親一下他 都是一些鼓勵的 一些愛的表達 我們就按照對方想得到的方法 來表達愛 可以問一下他 大家可以做一個這樣的練習 一個exercise 中文練習比較奇怪 就是一種活動 就是怎樣 拿一張紙 兩夫妻分開寫 你這五樣最喜歡哪樣 排行次序 有第二張紙寫 你猜你的配偶 最喜歡哪幾樣排行次序 然後太太又是 她自己最喜歡哪 五樣哪又最喜歡排行次序 然後她覺得丈夫最喜歡的次序 然後對一對 看看大家 猜不猜到對方 這個就是了解對方 那個認識有多少 其中一樣在婚姻很重要 還有人際關係很重要的就是 關係比事情做得更加好 是更重要的 但很多人就覺得不是 就覺得做事做得好才最重要 所以兩個人合作做事的時候 一做得不好 哎呀這樣搞錯啊 你這樣做彎的不行啊 這樣對方就覺得很大壓力 那我作為牧師 我很多時候 有些人會幫我做一些事情 我太太啊 還有一些對公 都會幫我做一些事情 那她有時候做得不好 我會說 哎呀這樣怎麼可以啊 我知道 我做一次這樣 她以後都很害怕 跟我合作的 那我只是很柔和這樣 啊這樣做法 這樣就可以了 沒有問題的 這件事都不容易 有時候都會困難的 不要緊要 我們留心就可以了 那就是總之安慰和多謝她 多謝她所做的一切 付出的時間 那這個呢 就關係緊要 那事情做得更加好的 那有些人說 那些事情都緊要 是啊 但是如果關係破壞了事情 就做得更加不好的 所以首先是關係先 關係好 什麼都搞得好 好了 電力關係和樂趣 婚姻都有樂趣 有些人沒有什麼樂趣的 除了兩個坐著對著電視機 電視機是被動的樂趣 不是人際的樂趣 那怎樣有樂趣呢 欣賞對方 怎樣對自己好 欣賞 多謝你 怎樣送這個禮物給我 關心我 幫助我 欣賞他 這是令到對方開心的 獎勵 啊 你做得這麼好 我請你吃什麼 你喜歡吃什麼 我請你吃 或者你喜歡去哪裡 我和你一起去 總之是令對方開心 任何一切的事可以變為樂趣 我們試過要等他穿巴 剛剛下去遲了 那我就說 不要緊要了 我們現在拍拖而已 我們現在開始拍拖 等車都是開始拍拖 就是將等車看變為樂趣 就不需要又是你遲了 搞到現在又沒有了班車 都是你這麼論盡 那這些是不建立關係的 還有輕鬆和多寬笑 開心些 不用這麼認真的 做人可以開心一些 我們認真跟從神 關心人 但是我們 在很多事情上 可以做一個輕鬆快活的人 這裡有圖 一起倒垃圾都可以開心的 一起拍照 我和我看很多時候都會去拍照 我們拍鳥仔 和我們一起拍照 我們拍照多數都一起拍的 如果你看這個電腦 我們就有些 我們一起拍那些小鳥仔相 因為這個電腦 擺出來 我們就沒有把我們個人的相 我家裡的電腦 就放了我們 我們兩個人一起的相 有很多相 我的相 多數的頭是貼著頭的 多數都是一齊 一齊的 就是一種表達 我們兩個一起的關係 好了 講多些恩典的說話 其實這些 對任何人都合用的 不是只是夫妻的 恩典的說話就是 我關心你 你是很寶貴的 和人多些說 那你說那個人 真的不是很聰明 其實一個不是很聰明的人 他一路改善 你欣賞他 他的發揮 有時超乎我們想像 其實任何一個人 他被愛 他的生命可以很大發揮 所以我們學習 每一個人做人 神不會做一個廢人 神做親都是好的人 不過人因為很多問題 所以他生命沒有發揮 當我們欣賞他 幫助他 他可以建立的 還有我欣賞你 你有很多長處 你做了很多美好的事 神會用你的 那你說 神怎麼會用 我這麼微小 其實一定要用 任何人的說話 可以給神用的 我珍惜你 我有心幫助你 我希望可以幫助你 那這些是恩典的說話 好了 我們都要講律法說話 在家要倒垃圾的 要洗碗的 要撿衣服的 那我們怎麼說法呢 這裡有四類 希望大家留意一下 這個方法是用 最主要是用一個探討 大家討論的方法 那有五種形式 一種就是探討和引導 我們怎麼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呢 就是一個問的方式 大家探討 我們怎麼解決呢 你覺得我們關係 能否改善到呢 你想不想我們有更好的關係呢 如果你想收到這些相片 這些幻燈片 我可以傳給你的 你告訴我就可以了 然後呢 教導 有時候需要教導 讓他知道 我想你這樣做 我喜歡你這樣做 我喜歡你這樣做 都是教導 我們這樣溝通 是不是會好些呢 我們不反覆思想 不要經常想著 那些負面的東西 是不是會更加好 還有我喜歡你這樣 聽聽我說話 我喜歡你聽我說的時候 你放下手機 我會很開心的 這是正面 就不要說 你聽我說話 你不要看手機 看手機做什麼 你都不是留心聽我說 那丈夫立刻沒有興趣的 我們也需要吩咐 但是吩咐可以這樣說 你幫我洗碗好不好 我們一起做清潔工作好不好 這些 很多時候用一些問的方法 有時需要指責 讓他知道他做錯的事 讓他以後不要這樣做 你這樣遲到 你知會帶給有什麼後果 當然我們做了很多其他的說話 才做最後這個指責 但是最好用一個方法 讓他知道 你有沒有想到 就是用一個方法 不是令他不舒服 是想他學習 你有沒有想到 我們這樣遲到 帶來什麼後果 我們下次可以怎麼做 這個就是一個正面一點的方法 你覺得你這樣說話 會給人什麼感覺 你覺得你這樣說話 我聽到的時候 會有什麼感覺 這個就是讓他去思考 好了 這些方法就會對方覺得舒服 但有些人說 這樣說話就經常都很小心 經常都要小心說話 這樣不能夠隨意說話 但如果隨意說話 你沒用 真的壞 跟你一起真的不開心 有些人覺得這樣叫順暢 但你順暢 對方就很受苦 關係就受苦了 所以我們體重關係 我們就留心我們說的話 你說慣正面的說話 你慢慢成為你的習慣 不需要用一些世人的方法 有很多人一世都是用這個方法 他永遠都沒有很好的朋友 但當我們欣賞人 建立人 我們就會建立一些好的關係 這個是我們每一個基督徒都需要學習的 好了 有個觀念就是感情銀行 如果你去銀行經常都是提錢的 結果就好像右手邊那裡 結如是負數 沒有錢了 同樣婚姻也是 當我們給此傷害就是入錢 當有任何傷害破壞 要拿一些 支取以往的關係所建立的東西 這個就是負數 最好這個負數是少的 而且也有些負數是什麼呢 是真的要付出一些代價 為對方而做的 有時是需要這些付出的代價 但我們最好盡量都是對對方好的 這樣的時候 關係就會一直鞏固 就是說這個銀行戶口是很多結餘的 很多錢在裡面的關係很深厚的 這樣的時候 大家都會很信任對方 很喜歡對方 還有搖書也是非常重要 有些人就會記實的 你結婚那天你這樣做 你在人面前這樣對我 你永遠都不關心我 你罪無可恕 就永遠都記實 其實也都沒有益處 所以我們知道對方有這個情況的時候 我們真的有發生過一些事 可以拿出來說 但都要想一下自己有沒有做錯 先跟他說了我做錯的地方 請你原諒 我也想說回某一件事 我們都反思一下好不好呢 凡是要說出來負面 都要給他一些心理準備 不要一聲說 你那天這樣說話 給他心理準備 我也想有件事反思一下 怎樣可以檢討一下 下一次不會再發生呢 給他一些心理準備 亦都說的時候 是盡量想著 我不是令他不舒服 我是令到大家都有舒服的方法去處理問題 還有很重要的婚姻就是 願意解決問題 即是說 什麼問題都可以處理的 處理有什麼大家錯的地方和衝突 還有探討有什麼問題和解決方法 不要控告對方 也都處理自己和對方的情緒 如何幫助大家的情緒 能夠處理好 能夠平靜可以起落 還有欣賞對方的進步 這個很重要 即是說對方有什麼改善 你今天做得很好 你今天說話很好 我很欣賞你今天陪我 對方聽到 他是覺得很好 你發覺小朋友也是的 你說你做功課很勤力 他將來就很想勤力給你看 你每次都讚他 他就會更加會記得 我勤力 我爸爸媽媽就會留意到 他會更加有動力 做得更加好的 好了 那就說到戀愛了 因為既然婚姻這麼重要 影響我們一生 我們怎樣戀愛預備婚姻呢 如果大家有子女 他是準備要有婚姻的 或者他是 總之他在一個長大的時期 我們都需要幫他明白 一些婚姻的原則 第一呢 就是不要跟非基督徒結婚 或者談戀愛 談戀愛都不好 為什麼呢 因為聖經吩咐的 哥林多後書六章十四節 因為一個在罪中 在魔鬼的權勢之後 一個是信耶穌的 是沒有什麼相通的 所以呢 我們很小心 當一個人開始有些 喜歡另一個人 而那個人是未信主 我們可以用方法帶他信主 但是不要用戀愛的方法 所以第一點就是不要用戀愛 大人信主 進入戀愛就很容易失理性的 很多人一戀愛 什麼都忘記了 學了多少聖經都忘記了 還有呢 他說信主未必真是信主的 需要真是幫他跟神有好的關係 不信的人是很難處理生命的 雙方跟從神 才能夠活出神的旨意 大家這樣才能夠發揮生命 生命才能夠榮耀神的 還有讓神帶領的戀愛 不是被感覺帶領的 很多人就是 有火花 我看到他就著迷了 這種著迷的感覺 在結婚之後 有時候很快失去 當他不懂得保持的時候 所以不要讓感情 很多人是讓感情 我喜歡他 所以就 喜歡就最緊要 其實呢 最緊要就是神的旨意 神帶領才是最緊要的 好了 怎樣尋求神的旨意呢 深信神的旨意是遠超過我心意 神為我預備最好的 最適合我的人 還有放下我自己的意念 如果我喜歡某個人 神你告訴我 我跟我太太呢 其實 我有第一個太太 她已經適勞歸主 我本來想著 我本來想著不結婚的 我想著就是單身 拿著個行李去到宣教的地方 就由一個地方 搬到另一個地方 去宣教的 但是神為我預備 我的太太的時候 就是預備大家都有這個心的時候 我就很小心討告 我跟她也是這樣說的 我們一起討告也是這樣說 我說如果神你的心意求你成就 如果不是你的心意求你大力的難阻 我特意用大力的難阻 並且我用各種方法去瞭解 我們兩個關係 和大家是否在 同神的關係和侍奉是否同心 在很多方面我帶她一起去宣教 讓她經歷一下宣教的情況 讓她體會 即是說是否真的我們能夠同心呢 然後我經過十一個月的時間去瞭解 然後我發覺她真的很多地方是神為我預備 到我結婚之後我更加發覺 原來我去到那些宣教的地方 不能夠長時間留 長時間留 她的食物太多問題了 去完回來沙粒粒的 我知道我不能夠長期留在宣教的地方 所以在香港居住 去宣教對我來說是好的 還有我太太給我很多好的意見 怎樣和人聆聽人 關心人 輔導人 還有我的教導 她都給我不同的意見 有時我問她的意見 她會給我很好的意見 但她有一樣很好 她說 這個是我的提議 我告訴你你自己決定 你自己決定怎樣就怎樣 她不會強迫我一定跟她的意見 這個就是她的柔和的地方 我們在戀愛的時候一定要去了解 大家是不是適合 有些人明明不適合她都結婚 為什麼呢 因為怕著沒有對方她就嫁不出 沒有得結婚很慘 其實這是世界價值觀 不結婚不是一定最慘的 我們需要有神的旨意 有神的旨意不是就是一切的 我想解釋為什麼 有些人說這個神為我預備 我結婚就行了 不是一定要整個生命都跟神的旨意 即不只是神的旨意那個人 整個生命處理生命 清理垃圾 彼此相愛有好的溝通 這樣的時候 全面跟從神的旨意 才是能夠建立到合乎神心意的婚姻 不只是神為我預備這個人就搞定 不只是這樣的 是整個生命的處理 避免在情慾中預備婚姻 大家看這個圖 兩個都是學生哥 抱著一個寶寶 這樣的時候真的很困難 所以在戀愛時候 避免身體的接觸 和單獨兩個人在一個房間裡 就會製造很多的試探 我們就想榮耀神 被神去帶領 我認識有基督徒 他很快跟人 其實現在這個世代有很多人 他們很隨便 就算基督徒也是很快跟對方身體接觸 跟著有性關係 其實兩個人在一個房間裡 是很容易會越來越親熱 有性關係 後來大家覺得不對又分手 跟第二個又再有性關係 因為我聽過這些故事很多 那些人有回教堂 但是她的生命裡 她沒有想到這件事 在聖經裡面 是覺得是犯奸淫的 是很嚴重的 他們覺得不要緊的 也有些女生覺得 這個男生很有吸引力 跟著一個個跟她有關係 其實這些男性在教會 是製造很多問題 有些人是隨意跟人有性關係 製造很多問題 我們需要提防這些人 在尋求神帶領的過程之中 不只是祈禱 祈禱是很重要 求神帶領 也在一個溝通上 處理問題上 跟神的關係 溝通關於神的事情 是否大家都同心合意 很多人很衝動就結婚 為什麼呢 因為怕沒有對象 怕老了沒有人要 很孤單想結婚 以為婚後對方會好一點 這是一個很錯誤的想法 如果未結婚已經不好 結婚之後 是只會變差 一定是需要刻意的處理 所有人生的問題 不會自動解決 一定是需要刻意的處理 或者有些人就因為有性關係所以結婚 這些都是一些不應該的原因 而另一個觀念很重要 就是單身都可以很開心 和發揮生命 不是個個都要結婚的 如果神預備是非常好 但如果神沒有預備 不要強迫自己結婚 不要說那些人經常問我 你什麼時候有男朋友 女朋友 其實這些問題 我們不應該問人的 這個人結婚是結婚 不結婚是 他有他的生命 神會帶領他 我們不需要去 將這種壓力放在人身上 我們都不需要 將人的壓力放在我身上 我們尋求神的心意 不是要滿足人的心意 因為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求主幫助我們 今天這個訊息 不單止幫我們現有的婚姻關係 可能有些人就說 我婚姻已經很慘了 整天大家都吵架 沒有樣東西好的 大家見到面都不開心的 都沒得談的 那時候有什麼辦法呢 第一 在心中就說 神啊 你有美好的心意和方法 求你帶領我怎麼做 嘗試去想一下對方的好處 嘗試用行動去對對方好 欣賞他 而去慢慢引導他 如果他願意改變 即是欣賞他 這個婚姻是容易改的 如果你發覺婚姻很難改 我鼓勵你找牧師或者找我 或者有些懂得幫助到你婚姻的人 去幫助你 讓你不要活在痛苦之中 那有時候困難呢 就是因為有些人是結婚才信主的 有未結婚的 未信主的配偶 那時候呢 我們都很樂意去幫助 幫助他認識耶穌和生命成長 但有時候的關係已經很差 是很難修補的 那我們的目標是一步一步 小小的改善 求主祝福大家 在婚姻上不要絕望 靠著耶穌是一定可以進步的 待會兒我們有短短的 祈禱的時間 我們一起來到神的面前 求主幫助我們 多謝耶穌 多謝耶穌 主呀我們緊靠你 我們靠著耶穌 主我更靠你 主我更靠你 东東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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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賀달 ожу我更靠你 晉迫你 以爱感触我心 将我拥抱 我只归你 属于你 我只归你 只归你 我们与神的关系 这么紧贴祂 我们试试与配偶的关系 都可以紧贴祂 主我跟靠你 主我跟靠你 尽我心 以我力 主我跟靠你 以爱感触我心 向我的拥抱 我只归你 属于你 我只归你 只归你 我只归你 属于你 我只归你 只归你 我只归你 我只归你 属于你 我只归你 只归你 主耶稣帮助我们 如我们跟配偶关系不好的时候 求主帮助我们悔改 首先我们想想 我们自己有什么做错的地方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求主耶稣赦灭我们 洁净我们的灵魂 也都帮助我们柔和的心 愿意跟祂说谦卑的说话 愿意首先向祂认错 就算对方错很多 我们都愿意首先向祂认错 愿意向祂调解 欣赏祂任何进步的地方 也都愿意遷就对方 令到祂觉得舒服被爱 耶稣我们需要祢 耶稣我们需要祢 你跟耶稣说我需要祢 祢医治我们的生命 医治我们的关系 帮助我们复收我们的关系 多谢天父 耶稣你可以的 我们可以的 我们可以在神面前 愿意谦卑自己 你愿意在神面前 我牵逼自己遷就对方 你可否向神举一手 神亮我愿意 因为祢的缘故 向我的配偶 更加遷就祂 欣赏祂 鼓励祂令祂觉得被爱 被欣赏 被接立 或者我们对于家人 如果你不是结婚的 你就说 我愿意对我家人 都是遷就 要书 求主帮助我们 在一切的人制关系上 得胜有余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我们做任何一步 神都喜悦的 我们爱神 神一定喜悦的 多谢天父 祈祷 奉主耶稣 圣明 阿们 哈利路亚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 祝奉主耶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